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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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到没有限量大家买翻了 人手一大包蛋就怕买不到 北部买不到回中部找亲友帮忙 也造成台中的蛋价略为上涨 很贵还是要买 有货就要强 否则一眨眼就没蛋可买 缺蛋风波从农历年前烧到年后 引爆抢蛋潮 人心惶惶 网路跟谣传 因为缺蛋 机支被下了很重的药 吃了容易得乳癌 机农业火速 除灭辟谣 淡农气扑扑 同时也炮红农委会 冻涨淡价根本是恶性循环 估算春节九天 淡农就赔掉了八千六百万 没想到年后又被通知 得持续冻涨 单商们说 饲养成本明显提高 但政府却一味的动涨补助 根本无法解决问题 只会让缺蛋的状况越演越烈 记者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